有生命故事的声音 能改变生命的 能拯救生命的 翻天覆地的生命 二无反顾的生命 以声音 讲出的生命故事 源源不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穿梭圣经内 主已发声 以真理生活 就上择路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 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 更加明白神的话语 成为一个遵行 并且全阳神话语的人 上一次节目时间 我们查考分享了 希伯来书十章 十一到二十二节的内容 现在我们先来重温 在旧约时期 祭司的工作是不会完结的 所以他们一直都要站在那里献祭 但是在新约时期 耶稣基督以自己为祭 代替我们受死 而完成了救恩 所以他就可以坐下了 旧约的祭司 经常重复地献祭 但是基督只要一次献祭 他就完成了赦罪的工作 超越了旧约的祭司 旧约的献祭制制度 不能够完全除去罪恶 但是基督的祭 却是能够有效地洁净我们 神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江西为人 他独自一人 竟然可以担当全人类的罪 于是会有人说 我到底还要做些什么 才可以得救呢 希伯来书的犹太独者 当时正是处于 要回到古老的 犹太教制度的危机当中 因为他们认为基督的牺牲 不足以赦免他们的罪 但是 如果在基督的牺牲上面 少作增加减少 其实这样都是否认着 耶稣基督的赦罪能力 或者想借着行善 自己的行为 去取得神的救恩 那都是否认基督受死的意义 和轻视圣灵的工作 如果有人告诉你 基督的牺牲是不足够的 或者告诉你 你需要用其他东西才能得蒙神的越纳 那你真的要小心 因为这些说话会令你远离正确的信仰 我们相信耶稣 祂就会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清为义 神的爱使我们愿意跟随基督的样式 信服祂并且侍奉祂 今天有人会说 我因为信靠基督 既然已经成圣完全了 那我可以不用再追求了 其实这样的想法 也都是不正确的 我们虽然恩着相信主耶稣基督得已完全 但是我们仍然要不断成圣 基督一次受死同复活 使我们在神的眼中变得完全了 同时祂每一日帮助我们成圣 我们还未完美 仍然需要努力去追求 但是同时又无需觉得羞愧 也不必觉得意外 因为神不会放弃我们 藉着信服基督 将圣经的价值标准 应用到生活各个方面 接纳基督所赐下的宽恕 让基督掌管我们生命的一切 那我们就可以不断成圣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或者在今天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 信靠主耶稣 聚咒不再纪念 是真的 要知道 神绝对不会说大话 是不是真的 根据圣经的记载 我可以十分之肯定的 告诉你 绝对是真确 希伯来书作者 就用一句有力的说话 总结他的论句 神忘记了我们的罪 基督完全赦免了我们 我们不再需要重复 为到过去的罪 来去尋求赦免 我们可以肯定 犯应过的罪 都已经一笔勾销 希伯来书的作者 说 万子从中间列为两半 不再存在 这是什么意思 旧一时期 回幕里面的自圣所 是用万子来遮挡 不让人见到的 现在耶稣的死 已经将这个万子除去 我们可以随时的 凭借信 靠主耶稣的信心 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真正的信心 总是取决于信仰的对象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人的信心 可能放错为止 打个比方 你可能将信心寄托 在某个人身上 然后它令你失望 信仰 不单单是相信有一位神 它还意味着 你不是一个无神论者 所以你不单只要认识神 知道神所行的 都是公言 并且 你还要按照自己的信心 来行事 真正的信心 意味着 你已经真正接受 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这样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日韩福音一章十一到十二节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 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作神的义女 在基督里面的信心 制止到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 信心是以属灵真理知识作为基础的行为 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 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在黑暗当中向下跳下去 有些神学家真的这么说 信心就是在黑暗之中向下跳 不过我不认同这种观点 因为你不必在黑暗当中跳下去 神已经给了我们有属灵知识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神已经为我们的信心立好根基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记载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你是要站在这个根基之上 这些是属灵的真理和知识 只有信心能够带领你去到那里 信心就是以属灵真理知识 作为基础的行动 就是说信心就是信靠基督 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规险已经耍去了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这句说话的意思是 信徒就是祭司 曾经有一位学者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人人皆祭司 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 所以你可以靠主所切的力量 坦然无据 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 很多人会要求牧师为他们祷告 这样都是好的 但是我们要记住 所有信徒都可以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祈求 你和我是有相同的权利 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 你和其他的人有同样的权利 因为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 是恩着基督 他以身的方式献上自己为祭 这些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 也是我们可以 藉此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基础 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 查考希伯来书十章 二十三到三十六节的内容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致遥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这句说话当中 作者尝试告诉读者听 其实信心是包含盼望的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也都让我们坚守我们的指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有盼望 是对未来有指望 那我们就可以带着信心的确具 来到神面前 因为我们有盼望 这件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作者在第二十二节鼓励读者 要传诚心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 在二十三节 就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接着来 作者要勉励读者第三件事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激发 原文是激起的意思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我有没有令到你觉得不舒服 有些基督徒说 我会令他们良心不安 其实我真的希望 能够令到你的良心不安 这样你就会好好地和人彼此相爱 你也会为神而行善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象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勸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于此 作者勸勉信徒 要更加坚信神 不至于离弃永生的指望 要彼此相顾 那就意味信徒之间 要互相关心对方属灵的状态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的教训 第一 所有信徒都要有肢体的意识 正如以忽所书五章三十节所讲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第二方面 平信徒也都有责任 关心属灵的问题 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爱心和行善 是经历过基督恩典的人 共同拥有的外在凭据 而爱心行善 两者也是不可分割的 信徒找时间大家相聚 其实最好的时间 就是今天 就是现在 我们相聚一切 但是千万不要攻击对方 中环圣经教导 图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 作者在跟着下来的这段经文 讲述到一个危险的信号 是干犯的危险 是对所有人最严厉的警告 甚至会令你无骨悚言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罪 就在末有了 在后面的十章三十一节提到 落在永生神的手中 是多么可怕的事 在彼得后书的二章二十一节 也都记载 他们晓得二路 竟背弃了 传给他们的圣命 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这些都是对希伯来信徒的警告 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 持续地来到圣殿 还在那里继续献制 他们装模作样 自称是活在摩西律法之下 并且明确地表示 基督的死对他们是毫无意义 由于献上动物的祭 不过是影子 是指向基督的献制 既然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 一切都已经应验了 旧约时代的祭司 以前所做的 是为了信服神的命令 但是现在如果继续按照 这种制度献制 就变成故意犯罪 如果新日时期的信徒 还继续献上流血的祭物 是既恐怖又可怕的事 因为基督的献制 是已经取代了动物的祭 有人继续这样做 讲到好像圣殿献制 绝对不可停止 希伯来书的作者 要告诉他们听 不要再仰望圣殿的祭物 因为我们已经不必再为罪 来献制 如果一个人拒绝基督 为罪写明的真理 其实就没有其他的祭 可以帮他除罪 也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将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 他们都要仰望基督 而不是仰望圣殿的献制 如果他们不听 就只能够等待 面对最终的审判 都没有为这些故意去犯的罪 来到献制 希伯来书10章27节 唯有战据 等候审判 还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 如果在两千多年前 基督的死都不能够成就救恩 这样就再没有任何方式 可以成就到救恩了 神不会用其他方法救赎我们 基督也不会再死一次 当然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对于那些得知真道的人 如果还继续在圣殿行礼如意 继续献制 那他们其实就是故意撥益神 接着来作者要作一个比较 我们注意作者的比较 希伯来书10章28节说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 凭两三个见证人 尚且不得连肃而死 作者介绍出 触犯旧约律例的人的结局 用力作为背景 襯托出来到反教的人 更可怕的下场 根据《生命记》17章2到6节记载 人如果犯奸淫 干犯摩西律法 只要有两三个见证人 证明他有罪 他就会不得连敏 而被致死 希伯来书10章29节说 何况人浅踏神的义址 那将使他成圣之弱的血 当作平常 又涉万私恩的圣灵 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 该怎样加重呢 这里可能是在圣经里面 最严厉的宣告 使他成圣之弱的血 制止神儿子基督流出的补血 任何人如果踐踏神的义址 实际上就是将神的义址 重钉十字架 他们表现到 好像基督的死亡 不能够解决到罪的问题 于是他们继续按旧约的方法 欠祭 完全不接受基督 所欠的祭的功效 那这样做 就等于踐踏基督的补血 知识是带来责任 如果你听过福音 尝过天恩的滋味 然后转身 就背离耶稣基督呢 这样应该有人告诉你 后果严重 而且不蒙神越纳 这些说话不是我说的 是神说的 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 身冤在我 我必报应 又说 主要审判他的百姓 神是一定会审判 神是宇宙至高无上的掌权者 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他的面前 而神有绝对权并审判人 神是有他的主权的 彼得前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说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 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二人紧紧得救 那不拳径或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 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一节说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的 这节经文很有意思 我们要用一些时间来研究一下 也都一定会带给我们好处 这节经文不单只是对基督徒说的 也是对未曾信主的人说的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的 以斯拉记七章九节那里记住 正月初一日 他从巴比伦起程 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 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 神的手一直放在这个人身上 神将他的手放在你身上 可能是要赐福给你 但有时候呢 神会将他沉重的手放在他儿女身上 目的是懲戒他们 处罚他们 我都被惩罚过 你一定被惩罚过 大卫就有这种被神惩罚过的经历了 诗篇三十二篇四节 他说 黑夜白日 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力浩尽 如同夏天的干涵 神在做什么呢 他在那儿惩罚大卫 大卫想要掩盖自己的罪 但是神就令大卫认罪 并且要大卫面对自己所犯的罪 基于同样理由 有时候神沉重的手会放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儿女 但是神惩罚的手 和他审判的手是不同的 神说 身冤在我 我必报应 神不是心怀恶意 或者用报复的心态 来为我们申冤 但是神就会审判人的罪 这一个是我们这个时代 特别需要强调的东西 我们再听听诗篇七十五篇八节 诗人怎么说 耶和说手里有杯 其中的酒起没 杯内满了 掺杂的酒 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 必都喝这杯的渣子 而且喝尽 看到吗 诗人和先知提到审判来临的时候 神愤怒的杯会满了 今天 神愤怒的杯都已经就快满了 不过神没有急于行动 他是长久忍耐 不愿意见到人滅亡的 但是 审判的杯就快要满了 而那个也是一个苦杯 何况人踐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弱的血 当作平常 又涉万施恩的圣灵 每个踐踏神儿子的人 神审判的杯 其实就在他面前 如果你踐踏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你成就的救恩 那你未来只好面对神的审判 并且毫无盼望 对希伯来的信徒来说 作者要表达的重点都是一样 在摩西律法之下 他们可以每一年 带着祭生来献祭 甚至他想要献祭的时候 都可以去献祭 但是以后 不需要再这样做 献祭的仪式已经结束了 现在他们就必须悔罪 归向主耶稣基督 现在作者专门对犹太人来说话 第十章余下的部分 作者提出三个强而有力的理由 说明早期犹太裔基督徒 应该继续持守 他们对基督的忠诚 的原因 这三个有力的理由 第一 他们往日的经验 应该能够激发到他们 第二 他们很快就会得到 奖赏的信息 是应该能够兼顾到他们 第三 神不起悦人后退 这样应该能够阻止到他们 离弃真道 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 你们要追念往日 蒙了光照以后 所忍受大争战的各样苦难 这封信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信徒 首先他们往日的经验 应该能够激发他们 他们承认 归信基督之后 就成为别人极力迫白的对象 家人和他们断绝关系 朋友离弃 他们敌人又在穷追猛胆 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因此 产生怯懦恐惧 苦难反而令他们 在信仰上更坚强 毫无疑问 他们必定因为 算是配得为主的名受羞辱 而得到鼓舞 正如使徒行主五章四十一节记载 他们离开工会 心里欢喜 因被算是配为者名受欲 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记载 一面被毁谤 遭患难成了弃境 叫众人观看 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因为你们看述了 那些被捆锁的人 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 也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长传的家业 基督徒成为了众人所观看的弃境 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 也甘心忍受 显然 有些信徒 为着信仰而被拉去坐牢 有人的家业被抢 作者提醒他们 遇到这种试炼的时候 要有信心 要有耐心 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全这样的心 必得大上前 所以 不要丢弃勇敢的心 信徒要坚守所信的指望 不致遥动 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 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远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忍耐和信心 在圣经当中 是结合一齐的 事年之中 信徒可以熬乱信心 然后生出对将来 传有盼望的一种忍耐 信徒持守真度 忍耐苦难之后 才能够得着神的应许 那并不意味着 你是依靠行为 而是表明 信心能够得胜一切的患难 而希伯来书作者 他特别强调 依靠信心 就可以胜过一切的苦难 根据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记载 信徒是有参与基督苦难的义务 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 保罗亦都说 既是而女便是后治 就是神的后治 和基督同作后治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经文的讲解研习 我们停在这里 听众朋友对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 如果有不明白的 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 都欢迎你主动的提出 让我们有更多的交流 互动学习神的话语 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 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恭喜的经验 是个不改 knocked 想法